现在请罗委员民财咨询 自家人来不及咨询 立法院长韩国瑜毫不通融 唱名下一位 请我可不可以喝水 没有问题 请 就连绿营立委不舒服 还主动送暖 韩院长上任两个月表现 公正不偏颇 也仍成新办立院公道博 却遭自家人质疑 戈壁向外温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实信 说没有是骗人的 他有他的为难之处 也希望韩国瑜院长 能够把两边都能够顾好 叛韩国瑜照顾自家人的声音 不是个案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3月21号率先在立委群组发难 要求党团三长 应建议韩国瑜加入党籍立委群组 即便韩院长不佳 也该指派核心幕僚与党团沟通 联民书长周温来也被点名 不帮忙就算了 也不要扯国民党后退 意识中立 不表示会议主席 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国民党提名的部分区的 这个立法委员 也是就是他当然也要知道 国民党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他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 就是对的 因为就是意思要重力 韩国瑜加不加群组 党内有分歧 许巧新也直接批评 党内没过问当事人 就偷偷放消息 只敢在暗地里碎嘴 真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不知道真正的老鼠屎 到底是谁 外来秘书长在隔天 要到立法院来备训 那他的书面报告里面 针对国陈的咨文 他被民进党的白检控查证 所以义政委员出言提醒 意识不中立 我们很难想象 这居然会是一个国会 最大党心中念之在之的事情 有一种政治爆发户的心态 韩式风格能不能顶住自家人 意识压力 尤其新政府上任后 在野炮火指挥有增无减 在这口言 韩院长调和顶耐功力 静讯网宁观听 这本报道 大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